今天看高雄的既定 一些第四客家的地方 海水倒極 有個因為鳳凱外衛反流的影響 水位是很高 當地有一些地方 已經淹水淹兩天了 今天早起海水有個倒極 市政府使用六臺移動時的 調水機 把水調到滑海 一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冰冬 東港的東京裡 早起水也能夠大人的膝蓋 當地理論是真沒辦法 海水位白水空液回來 另外一邊有調水機把水送回海底 要用基町關注所 早前這條基町老雞 才是八點左右開始接水 市府表示基町部分地区 像是廟前路基町國中後面 這裡是第四客家的地方 每當這幾天摸掉的時尊 海水也灌回來 出現夏天這水的狀況 這次當地的年度大條 還有風海外微寬流 情況是更比較明顯 它的水潮會高於我們的廟前內的道路的高層 所以水還是會從那個外海那邊 那個溢流過來 目前先用刷包吹水機改善 未來要開的中等級 進行水路調整後 加上中央的經費來做水渣門改善 這種習慣也跟冰冬東東港町 東京裡的理督各款 同樣受到大條的影響 冰東東港町一部分地区 第四個跟近年的海花 連算兩天都有海水得管 這個要有 這次比較嚴重 水要盯著 那個幫老闆門 兼架設那個抽水機 如果滿潮的話 就是擋起來嘛 立正說抽水機也能把水抽回去 但是你來看旁邊比較空的地方 水位會退到比較慢 一年平均兩次 起床兩天在夏天接水 真正很困了 以往慶負到改善 記者 翁立天堂 Hang Khun 可用冰東北東 真的